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软件界面语言切换 这一项的内容虽然说比较简单,但是有很多客户会经常遇到这一项问题 所以说今天把它拿出来单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软件界面语言切换功能的一个说明 我们一般的软件先安装好以后,它是一个英日文版本 现在安装了软件中文补丁后,想使用中文版的软件 但安装完成后,打开还是英日文版本的软件 此功能说明了安装了中文补丁后,如何切换到中文版软件上 从字面论的意思可以了解 那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语言切换的步骤 第一步,那必须首先在电脑上安装这个GP Pro EX的英日文版本的软件 第二步,安装软件对应的中文补丁 那这个中文补丁呢,可以从我们的官方网站上进行下载 那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为什么有一个对应的中文补丁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GP Pro EX这个软件有很多版本 所以说你要下载先对应的中文补丁版本安装以后才有效 那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第三点,第三点是一个重点 是如何切换到这个中文简体上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说明 好,安装完成以后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英日文版本的软件安装好了 和中文补丁对应的中文补丁也安装好了 那就是呢,请点击这个GP Pro EX的查看菜单 然后再点击参考 然后在语言的下拉框内选择中文简体 然后点击OK按钮 那此时呢,软件就会自动重启变成了中文版软件 那这个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充分就是说明了如何切换到这个中文版的软件上 好,那针对这个步骤呢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演示 那针对刚才上面说明的三个步骤 我们这里首先看一下第一步 首先要在电脑上安装GP Pro EX这个软件 我这里已经安装好了 是301版本的 那这个首先安装好的这个软件呢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我们随便选一个型号 打开 好,大家看一下 先安装好的这个软件呢 是一个英文版的软件 那这个大家没有疑问吧 我们先确定一下 关闭点 那第二步 我们安装这个软件对应的中文补丁 那这个刚才我有说过 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可以下载对应的中文补丁 这个版本 那我这里呢 就不做这样的演示了 我这里上面已经有下载好的 就是相对应的301的这个中文补丁的这个汉花包 好,那我们这里双击一下安装 好,当这个跳出来以后呢 就证明这个中文补丁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已经确定 好了,第二步已经完成了 好,我们再打开这个软件 好,那这个时候呢 问题就出来了 很多客户就会问了 我的中文补丁已经安装好了 为什么这个界面还是英文版的呢 好,那这个就是第三步 要讲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语言切换 那怎么切换呢 那第一步 第一小步就是从查看菜单里面 点击 有一个下来菜单 找到这个英文的参考 然后点击 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对话框 那从这个设置这个编辑器语言里面呢 选择中文简体 那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 在没有安装中文补丁之前呢 它只有英文和日文的 那只有安装了中文补丁以后呢 才会有中文简体这个选项 那选择中文简体 点击OK 那此时让你 提示你让你重启这个软件 点击yes 好,它就会自动重启 好,软件自动重启以后 打开呢 它就是一个中文版的软件 我们选一个型号 看一下 好,那这个打开以后呢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中文版的一个软件 那这个呢 就是针对这三个步骤呢 我做了一个演示 好,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软件界面语言切换的一个要点说明 那这个呢 就是说那个 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软件界面语言切换的一个功能 大家都有所掌握了 那这个要点说明呢 就是说一些它的一些限制啊 或者说一些它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 那第一点 那第一点 在执行简体中文补丁程序之前 请关闭所有的应用程序 包括病毒检测等驻流程序 那这个大家都应该了解 第二点 简体中文补丁必须在简体中文版操作系统上安装 如果你安装了其他的那个英文版的 或者说一些日文版的那个操作系统呢 可能安装是无效的 第三点 在安装中文补丁之前 请确认您在电脑上已经安装了GP Pro EX这个 呃 一日文版本 那这个之前呢 呃 我也重点介绍了 是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首先你要有这个软件 才可以安装对应的这个中文 简体这个补丁 第四点 简体中文补丁也支持GP Pro EX限定版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简体中文补丁 它是针对这个GP Pro EX的正式版和限定版 它是通用的 第五点 在软件版本和中文补丁版本是对应的 请安装对应软件版本的 简体中文补丁版本 那这个呢 之前我也重点强调了 就是说GP Pro EX它有很多版本 你只有安装了对应的版本的那个中文补丁 安装以后才有效 否则无效 好 第六点 除以上说明之外 其他的操作环境都和GP Pro EX 因日文版相同 好了 那这一段内容呢 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